各位大佬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三连支持,让我们一起看看原神的最新消息吧 首先是官方公布了两把2.5版本新武器的属性 装备该武器的角色,元素战技造成的伤害提高12%,持续16秒 最多叠加三成,持有三成时,该角色获得12%所有元素伤害加成 哇,这个加成数值很高啊 这是四风和天空在90级下的效果,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三把武器各有千秋吧,有四风和天空的朋友要不要抽新武器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是新版本免费送的四星法器 释放元素战技后,元素充能效果提高24%,持续10秒 这把武器怎么说呢,感觉很多法器角色都能用 不过从属性来看,中规中矩吧 关键是最后一行字,这里把武器的名字给打错了 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不过像这种错误的话应该是不会给元石的 这把四星武器可以通过这个活动获得,而且是可以白嫖到精练武的 同时在活动期间强化这把武器,应该是有优惠的 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神子有一个固有天赋 是可以通过元素精通来提高杀声音造成的伤害的 所以现在对于神子的武器和圣衣物配装暂时还不知道 大家可以等有大佬进行了测试以后,再选择怎么样配装或者抽取 如果没有五星武器,我感觉四星的流浪,神子也是可以用的 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神子是属于一个切换流的输出 而且流浪的这个特效,神子全部都能用得上 没有流浪的话,这本锻造武器大家觉得怎么样 既然前面介绍了武器,这里把神子的突破材料再说一下 大家可以提前准备了,马上就要2.5了 这里先祝所有朋友小保底不歪,十连多金 都能把自己喜欢的角色和武器带回家 在上期视频中,我们提到了近期举行的一个投票 参票人数已经有几万人了,不过提到的只是女性角色 所以有很多朋友来问我有没有男性角色的 男性角色是有的 男性角色第一名,暂时是钟离 哇,这个票数的领先度太夸张了 随后是万叶,肖,达达丽娅,温迪,迪卢克,伊斗,阿贝多等 当然我相信各位朋友对于这些角色都是同样喜欢的 另外说一下最近网传的这两张图片 说什么方舟计划双子,亚当和夏娃,这是同人图 像这种做工一看就知道是同人图片 现在原神这种同人图非常的多 自己设计时装,自己设计角色 说实在的,你现在去有些网站 像这种图片能够找到几百张 接着要说一个外网的节奏 外网的节奏和我们这边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这边主要围绕着新怪物和角色的强度 而外网容易起节奏的就是角色之间的CP 起因是这样的 外网应推官方发了原神音乐入选奥运会的图片 图片上有甘雨和克勤 然后有位玩家发了甘雨克勤贴贴 结果应推官方发了这么一个词 甘情 从昨天开始 CP党和反CP党就已经在不停的争论了 只能说官方账号和我们up主一样 一定要谨言盛行 谨言盛行 另外要感叹一下 国内外节奏的点确实不一样 我们这边是强度 他们那边是CP 最后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所有点赞三连的朋友都能抽卡圆梦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